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二根》创作 头驼渊小桃红为您播讲的《一面有恒》 后期制作《平海临风》 第671集 自己主自己 不灭地权 白小桃心绪澎湃 双眼冒光 满脑子都在幻想自己辟逆天下 当哄出这不灭地权时 轰动八方的一幕 好半生 白小桃才缓缓地深吸口气 让自己平复下来 他明白 这不灭地权可以说是杀手锏 一权就可将全身之力凝聚在一起 在不断地加持后 可让天地崩利 但同样的 怕是一拳之后 自己也会脱离一半 肉身虚弱下来 所以 这不灭地权 暂时只能作为杀手锏 且眼下白小川也知道 自己还无法施展 毕竟发挥不灭地权的最低标准 也需要脆骨镜 第三重境界 不死卷第四层不死骨 想要修炼 需要的生机之力多到无法想象 绝非前三层可比 如果在通天河区域还好一些 可以练又修行 白小川一想到修炼不死长生宫的困难 不由地皱起眉头 发愁不已 如今在这蛮荒内 一切贫瘠 需要找一些代替生机之物才可 白小川沉吟重 想了半天 实在是找不出什么办法 甚至也考虑过魂药 只是那魂药 多于蛮荒魂魂修而言 如灵石一样 可用来修行 但在生机上 却很稀少 毕竟这是用魂炼出 不过也不是没有办法 就算是再寻常的天才地宝 一旦被炼灵了十多次 也都可以将其淬炼到极致 展现出不可思议之力 白小川目光一闪 这是他能想到的 唯一的办法 此刻深吸口气 盘膝坐下后 慢慢闭上眼 开始按照不死卷 第四层的不死骨修炼之法 默默运转 很快的 他全身的骨头就传来咔咔之声 这声音开始还很轻微 可很快的就剧烈起来 也就是搬炷香的世界 白小川体内就传出 仿佛雷鸣般的轰轰声 这声音仔细一听 可以察觉 这也是从白小川的骨头内散出 仿佛 他的骨头正在进行某种玄妙的变化 在这变化中 他的体内此刻所有血肉似乎都在颤抖 如被挤压一般 从体内所有范围中浮现出一丝丝生机之力 直奔白小川的骨头而去 他全身的骨头 如同成为了黑洞散发出惊人的犀利 飞速的将这些生机吞噬 而随着吞噬 白小川的全身骨头也似乎正在改变 只是没有持续太久 在这轰鸣声回荡时 白小川的身体也渐渐的颤抖起来 额头有汗水流下 甚至看去时可以隐隐看到 仿佛白小川的肉身出现了枯萎的迹象 这枯萎的征兆刚一显露 白小川就猛的睁开双眼 结束了修行 墓中有精芒一闪 眉头微微皱起 接着展开 不能继续修炼了 半炷香的时间 居然就将我体内这些年残存的药力 全部榨干洗澡 这不死骨的修炼 也太恐怖了 若是继续下去 将会损耗我自身的生机根本 白小川呼出一口气 目中鱼流震惊 低头看着自己的双手 他的呼吸粗重了一些 虽还没有达到脆骨镜第一筹 可我却明显的感觉到 身体的防护 似乎比以前强力一些 这个感觉很明显 仿佛淬炼骨头的同时 也将身体都淬炼了一遍 更为的精粹 白小川沉吟片刻 叹了口气 他知道自己着急也没用 只能寻找机缘 等获得增加生机之物后 再去修炼 我能感受到 如果有足够的生机 那么这不死骨的修炼 可以一口气修到极致 阻碍我修行的不是时间 而是生机 白小川轻声低语 目光闪动起来 班上后慢慢平静 感受了下自己的修为 仔细地观察了一番 自己体内的原因后 他的气息再次微微波动起来 我记得 以前金丹内有那一丝玉力 可如今成为原因后 怎么玉力感受不到了 白小川迟疑了一下 有些搞不明白 琢磨着 莫非是自己没有原因 功法的缘故吗 有些可惜啊 我的御人大法呀 又或者隐藏起来了 我没感受到 另外这天道原因 不知还有什么奇异之处 白小川若有所思 他对于天道原因的了解太少了 实际上 这天地内对天道原因了解的人 除了他以外 就只有天尊 拜上之后 白小川隐隐有种预感 自己这天道原因玄妙异常 还需自己多多琢磨才可 那么接下来 不去考虑玉力 以及不死长生功了 在这蛮慌 缺少丹药 我又没原因功法 那么修炼如果想要加快速度 只有一个办法了 白小川目中出现明亮的神采 嘴角也露出一丝期待的笑容 这个办法 对其他人来说 九死一生 可对我而言 没有半点危险 最重要的是这个办法 可以让我的修为 在短短的时间内 突飞猛进 这将是我白小川这一生 迄今为止 修炼速度最为迅猛的一次 堪称一次超级飞跃 这个办法就是 练灵原因 白小川目中露出果断 没有半点迟疑 右手抬起一指 立刻光芒闪耀 龟文锅 木然出现 用这段日子收礼收到手软 所得的那些魂 准备出了一色火 直至十四色火后 白小川闭上眼 体内修为猛的一收 脑海昏迷中 他体内的原因 却是在这一瞬 睁开了眼 一晃之下 竟穿透了肉身 出现时赫然在了肉身前方 刚一出现 白小川的远鹰 立刻就哆嗦了一下 他感受到了这天地间 似乎存在了一股羞食肉身 觉察不到的寒气 远鹰之身 却对于这寒气感受极为明显 仿佛是赤身的凡人 站在了冰天雪地中一样 似乎若是在这寒气中 待的时间长了 会对自身远鹰造成一些 无法逆转的后果 这是一种直觉 白小川相信自己的判断没错 实际上也的确是如此 对于圆鹰来说 这天地间有太多的奇异 可以置其于死地 如这寒气就是奇异 毕竟肉身才是舟船 没有了肉身 圆鹰就如溺水之鹰孩 但白小川却不知道 如果他圆鹰出窍的这一幕 被其他心迹圆鹰看到 必定会惊骇的难以相信 恐怕会让人眼珠子都瞪出来 因为刚刚踏入圆鹰境界 根本就不可能让圆鹰出窍不说 就算是个别强悍的能够圆鹰出窍 哪怕只是一瞬 也必定被这天地寒气重创 甚至圆鹰中气的强者 虽可以让圆鹰出窍 但也不敢时间长久 最多片刻而已 唯有到了圆鹰后期 乃至大圆满 圆鹰本身成长强悍起来 才可长时间抵御天地寒气 但也做不到无事 想要无事 唯有天人 可白小春这里刚刚踏入圆鹰境 居然就让圆鹰出窍 而且明显的 似乎在抵抗力上 有不可思议的地方 这一切正是因为白小春的圆鹰 是天道圆鹰 都说了 白小春 玲珑剔透的圆鹰哆嗦着 没忍住 回头看向自己的肉身 这种感觉很奇怪 让他不由的多看了几眼后 这才收回目光 一晃之下 飞向龟纹锅 自己盘膝坐在了锅里 我这算不算是 自己把自己给煮了呀 白小春感觉有些怪怪的 轻声咕弄了一句 好奇的伸出 有些婴儿肥的圆鹰小手 摸了摸龟纹锅 越发有种 自己煮自己的感觉 出就煮吧 我还要自己去添火 白小春神色古怪 右手掐掘一指 立刻一旁的依色火 木然飞来 瞬间融入龟纹锅内 插那间 这龟纹锅上的图纹 直接就闪耀起来 荧光刺目 白小春有些紧张忐忑不安 他之前虽自信满满 可眼下亲自操控时 还是忍不住心惊肉跳 毕竟这是自己练自己呀 一旦出现了意外 那后果 白小春一想到 因自己闭关太久没有出去 多少年后 巨鬼王想起自己 打开密室 近来一眼看到的一定是一口大锅中 自己被煮的香喷喷的原因 这一幕画面 立刻就让白小春觉得更冷了 哆嗦着眼中露出恐惧与后悔 想要飞出龟纹锅再考虑一下 可就在这时 一声轰鸣 直接从这龟纹锅内爆发出来 白小春尖叫了一声 身体刹那 就被扑面而来的银色光芒直接覆盖淹没 一股天地之力 从这龟纹锅内浩然而起 舒文杰就冲入白小春园英中 容不得他阻挡丝毫 在他园英体内骤然爆发 这声音呢 外人听不到 只回荡在白小春的脑海里 当一切声音消散时 当那龟纹锅的银色光芒也都散去后 白小春的园英颤抖中急速飞出 在半空时 他小脸煞白 眼中露出恐惧 方才那一瞬的感觉 让他觉得 好似自己成为了孤舟 在那怒浪中要被大烦淹没 太可怕了 我这哪里是练灵啊 这根本就是玩命啊 白小春紧张中 心底寒意弥漫 颤抖不已 正打定主意放弃时 忽然一愣 猛得低头 立刻就看到了自己原鹰的身上 赫然出现了一道银文 而在看到这银文的刹呢 白小春也猛的察觉到自己的原因似乎不一样了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您多多点赞评论 喜欢 请订阅此专辑 转发到朋友圈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